在这个国家生活,什么天然资源都没有 虽然什么都没有,但是什么资源也都不缺 最气人的是,资源分配还很均匀 这不一转眼,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百年不变的莲蓉蛋黄月饼 千年不改的冰皮榴莲月饼 绝对可以让你吃到怀疑人双 在这里,虽然没有白云围绕的千山 没有奔流道海的江川 但是,这里的建筑奇迹 未尝不是这个国家因以为傲的一面 放眼全球,会有哪个国家像它一样使它放弃 这个原本可以创造巨大商业利益的黄金地段 转而打造成一个造福于公众的植物园 对于这个本来国土资源就稀缺的国家 每次取舍,共享是一次哑宝 值得庆幸的是,这个既服务于本地公众 又是外国友人打卡的滨海南花园 成功进化为一个技能观赏,运动下金蛋的机 都说国外的月亮特别远 但这一刻,月亮是共享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